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还是来了有两万人以上的弟子 参加圣尊连身活佛亲自主持的法会 我们就来看当天连身活佛宝会的开示 那上一回我们午夜的时候 做十轮金盖这个盾牌法 完那以后呢 今年的年底 也就是在新加坡做十轮金刚禅定九次帝法 那么现在又赶回台湾 做洗金刚的附魔法会 上一回本来午夜的时候 就要在台湾蕾上是要做法会的 那么因故缺席 因故缺席 因故缺席没有什么好鼓掌 这个很冲促的回到这个西雅图 那么心中啊 总是还是挂念 台湾蕾上式的法会 因为没有做 所以呢 还是要赶快给他补起来 因为我把这个事情 始终放在我的脑海里面 我在新加坡已经讲过了 我的记忆力 记忆力 不是很好 现在已经不是很好 以前很好 现在不是很好 但是我欠人家的 我都放在我的脑袋里面 别人欠我的 他们都是放在口袋里面 别人欠我的 他们放在口袋里面 早就忘了 我欠人家的 一定放在脑袋里面 一定要烦 我还有一个责任 我将来一定回到最终最终的落叶归根 一定回到台湾雷藏寺的西方晋零骨塔 虽然美国西雅图雷藏寺啊 还有美国西雅图这个彩虹山庄啊 也有要盖这个马哈双连池的零骨塔 彩虹山庄啊 有申请这个马哈双连池的零骨塔 塔位 放一点就可以了 大部分都放在这里 所以我还是喜欢啦 喜欢这个 还是喜欢台湾啦 你看很多人知道 好像都有谣传说我会回台湾雷藏寺做法会 所以他们没有去参加这个新加坡的禅定九次地法 其实禅定九次地法的应用非常的管 我们不要再重复禅定九次地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讲 他的重要的口诀在哪里 禅定九次地重要的口诀在哪里 每一次我们修法 不管是做法会 或者是不管我们个人修也好 团体修也好 都有入三昧地 入三昧地是所有法里面的 一个最重要的根本 在入三昧地的时候 你必须要跟修法的本尊 要合体 合一 你自己变化成为本尊 本尊变化成为你 这个就是合体 那么合体呢 就是要靠禅定的功夫 没有禅定的功夫 你是在做仪式 真正的要解 是入我我入 入三昧地 合体 能够合体 就能够产生本尊的法力 能够合体 就能够到本尊的净土 能够合体 你就本身显现了本尊的光明 所以合体是非常重要 那么合体要靠禅定九次地 这当中有一个要诀 很重要的 三个要诀 虽然有九个次地 其实只有三个要诀 第一个要诀 就是要把心找回来 把你的注意力 集中 把心找回来 我们每一个行者 每一个修行人 你在持咒的时候 在念经的时候 在入三昧地的时候 在做观想的时候 经常有别的念头进来 你就是要发觉 这一个念头 当你发觉这个念头的时候 就是表示你已经有的警戒心 一般人是没有警戒心的 一般人是只是随他去 随他去 好像你打坐 你很多念头进来 你就随他去 到处游走 但是我们行者有警戒心 警戒心是第一重要的 所有禅定九次地 警戒心是第一重要 你会发觉 你已经离开了注意力 别的念头进来 你跟着念头走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观想的时候 不能够完全观想 一下子别的念头 念经的时候也是 持咒的时候也是 很快得有别的念头进来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知道呢 有了这个念头 这个就是你的警戒心 你精神无法集中 就是因为其他的念头进来 把你带走 念头不是只有一个 念头有很多很多个 数不清的念头 一天当中啊 有八万四千个念头 从你的脑袋里面飞过来飞过去 所以我们修行 入我我入 要跟本尊合体 你的意念一定在本尊 不能有第二个念头 或者没有办法入我 或者没有办法入我我入 你警戒心产生起来以后 慢慢的稳定 慢慢的稳定 再来呢 就是说你的警戒心 实在是太紧了 一直想 我要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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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入定 我不能不入定 我非入定不可 注意力太紧 他入不了定 他入不了定 这个就是太紧 太紧 那你要太紧了 你要放松一点 轻轻的把注意力 集中在本尊上 很轻 很松的 很休闲的 什么也不想的 注意在本尊的身上 结果呢 你睡着了 这个太松了 他就睡着了 太紧了 你就坑纷 太松了 你就睡着了 告诉大家一个问题 你知道 你是怎么睡觉的吗 很多人不知道 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是怎么睡觉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躺下来 两个眼睛闭起来 我就一直在念了 往生净土 超生出苦 南无阿弥陀佛 归一阿弥陀佛 我一直在心中念 往生净土 超生出苦 南无阿弥陀佛 也不知道念到什么时候 他就睡着 我们每一个人睡觉 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 睡着的 没有一个人非常清醒 能够睡着的 你一直很清醒 很亢奋 你就睡不着 这个就是紧 你放松一切 有时候我的习惯是 我摸摸我的 这个床垫 那个床垫是铺在地板上 摸摸我的床垫 这个床垫很舒服 这个棉被盖得很舒服 这个温度刚刚好 两个眼睛闭起来 那么给它放松 什么都不想 什么烦恼都没有 不知不觉之中 你就睡着 这是禅定了 你要记得 绝对不能说 好 我要睡了 你就睡着了 哦 那个功夫厉害 那样的功夫比较厉害 那个好像低了 人家说 台湾人 听说有一句话说 甘乃迪 甘乃迪是总统 美国总统甘乃迪 如果说 你很像美国总统甘乃迪 就是说你甘乃迪 然后甘乃迪就甘乃迪 就是讲说你甘乃迪 我也不知道猪怎么睡的 因为我不是猪 总之我在睡着的时候 是不知不觉 他就睡着 今天跟大家讲 你要禅定 你也是不知不觉之中 你就禅定了 你如果一直在想 我要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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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禅定 那你如果一直放松 放松放松 你就睡着了 所以禅定呢 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禅定 不松不紧 刚刚好的时候 还保持在一种清明的心 清清的附在上面 你知道有一个你的意识 其他的你在 你在做忘 什么都忘掉的时候 你还有一个清明的心存在 所以禅定是不紧不松 又有警戒心 你那个警戒心啊 要拉回来 轻轻的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口碟 各位观众 台湾雷藏寺七明节超度大法会 即将到来 欢迎您把握七明时节 报名参加超法祖先 同时再一次诚心为您推荐 当代法王开悟得正的保书 碾花手的秘密 保证让您赞叹不绝 详情请洽 你不能受别的念头干扰 像现在很多人做股票 做基金 你就受到这个干扰 股票如果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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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云奋 就很紧张 股票一跌的时候 你也云奋 这个念头啊 都是有 那么现在这个 整个世界啊 都受了这个金融风暴的影响 那么我们今天做喜金刚 还蛮不错的 希望这个金融风暴赶快过去 就算没有过去啊 也不要影响我们 据我所知道 金融风暴 差不多还要三年 还要影响三年 那么我们做的喜金刚啊 就把它变成两年 那个金融风暴啊 对很有钱的人影响很大 对没有钱的人影响也不小 因为大家现在害怕裁员 我昨天晚上啊 就是在经典饭店 那么走地下道的时候 到搜口去 就看到有乞丐在那里 我就想起来一个乞丐的故事 就是有一个乞丐 他在这个是瞎眼的眼睛瞎着 千米啊 把酒没看 然后拿一个盆子在那里 在前面 那有一个人从那里走过去 他就丢一块钱给他 他认识那个乞丐 经常过去的话 他就是丢个铜板给他 这个铜板啊 从那个 从那个 它里面的碗 跳了出来 滚滚滚滚到一公尺以外 那个乞丐啊 马上用爬的 赶快把一个铜板给他拿回来 他就很奇怪 你不是瞎眼吗 怎么那个铜板跑出去 你能够拿回来 他说 诶 你不是瞎眼吗 那个乞丐就讲 我是带班的 蛤 乞丐也有带班的 他就问他 那原来那个瞎眼的乞丐 那个瞎眼的乞丐去看电影呢 这个是乞丐 经济不好的时候啊 也有很多乞丐的这个故事 有一个乞丐啊 平时是放一个碗 在他的前面 现在他放两个碗 有一个人走过去啊 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放两个碗 他说 现在金融烘爆 经济很差 但是我们当乞丐的 一个碗 不够人家放啊 不够 所以我现在开分店 所以分两个碗 乞丐也分两个碗 乞丐也要开分店 像7-11一样啊 到处都是7-11 你看了半天 都是7-11 都是这些 都在开分店 经济不好的时候 那时候 我觉得 这个被裁员的人最苦 我祈求洗金刚 让我们啊 的同门 都有工作做 喜金刚 吉祥喜金刚 又叫做欢喜金刚 你们今天受了吉祥喜金刚 跟欢喜金刚 呼金刚的灌顶 就会得到吉祥的赐福 就会得到吉祥的赐福 已经有工作的 工作一定定在那里 总统要打开 财不掉你 如果你万一被裁了 你马上去找工作 马上就有工作 因为我们中和中是丐帮 丐帮 丐帮大部分来讲起来都是 比较 比较穷一点 但是我们有欢喜金刚的四福 我们每一个将来每一个弟子 多能够成为大企业家 我们不从现在求 我们向未来求 我祝福每一个人 将来每一个人 都是大企业家 今天做喜金刚附魔 就是给大家增加福分 还有增加智慧 增加智慧 避开所有的灾难 我告诉大家 师尊本人 已经六十四 六十四岁 明年就六十五 台湾 台湾岁 明年就是六十五 我这一生当中 从一岁刚刚出生到六十五岁 我还没有进过警察局 没有拿过一张Ticket 没有拿过一张Ticket 我六十五岁 我六十五岁了 一直都是奉公守法 我没有进过法院 大家很奇怪 师尊真的没有进过法院吗 没有 到现在还没有进过法院 我还是中华民国的良民 优秀的良民 其他外面所传的 都是乙儿传儿 大家的祝福 我身体还算健康 我也祝福 洗金刚 也一样祝福 大家身体健康 如果有病的 在这一次洗金刚的灌顶之后 我希望 祈求洗金刚 让所有我们有病的弟子 在一撒那之间 前步前翼 充满 充满 敬参 为什么 这日禹 謝謝